1937年8月31号 日本参谋本部发布命令 改中国驻屯军为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 司内授一 下设6 14 20师团为第一军 10 16 108师团为第二军 以及第五师团和109师团 加上关东军的查哈尔兵团 用于华北地区的兵力共计37万 他们的主要目标 是沿着金浦路和平汉县向南平推 拿下整个华北平原 但是日军这些兵力也并非全部用于河北 其中有两支精锐部队 东条应急的关东军查哈尔兵团 和板员真次郎的第五师团 已经依次进入宣化和怀来 他们的目标直指山西 他的地势可是大大高于华北平原的 这在军事上叫圣地 中方可以屯兵山西 然后随时出击 还有一点就是 板员认为阎西山是个软肋 他一向在山西自立为王 油盐降促都不尽 火车诡据都不同 是个土皇帝 中国是中国 山西是山西 所以虽然阎西山会抵抗 但假如蒋介石的中央军想进山西 阎西山很可能不让 他还得防着蒋介石呢 这样就可以把山西单独击破 至于阎西山 他的军事水平很一般 搞定他不在话下 那为什么板员对阎西山那么了解呢 因为啊 阎西山和板员是师生关系 当年板员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青年教师 而阎西山是他班上的学生 你可能会奇怪啊 看起来土土的阎西山还留过学呢 那是啊 当年他可是清朝陆军步兵科的举人 天之骄子啊 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可是国家公派的 他们师生二人关系还不错 经常聊天 所以阎西山的水平板员是知道的 此时的阎西山已经披挂第二战区司令了 是时候拿出真正的实力了 还真当我老爷只会打算盘啊 我也是科班出身的专业认识啊 阎西山给二战区定下响亮的广告语 有我西山 山西我有